诗人多知严真卿是大书法家,却不知他还有一段写为人知的事迹,严真卿作为诗人和书法聚过的身份,历来被人们所熟知。 三更灯火五更机,正是男儿读书时,黑霸不知秦学早,白手方会读书时,严真卿写就的这一首劝学,一直被父母用以勉励孩子秦学。 他的多本文集在流传的过程中已经失散,幸有诵人编的严鲁公集流传至今。 在书法成就上,他独创严体楷书,与柳公权书法并称严经流谷,一直以来,不乏书法爱好者们,孜孜不倦地学习与临摹。 在这样的文坛大咖身份之外,严真卿还有一段名气略选,但是更值得尊崇的经历,他以一个文官的绅士背景,参与平定安史之乱与李希列的两场叛乱。 一,当忠臣遭到排挤严真卿幼年失户,被母亲殷夫人一手带大,也长期在外祖父家寄居。 然而,身世悲惨的严真卿立心向了学,不但写得出三更灯火舞。 更基,正是男儿读书时,这样的励志句子,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。 长大后的严真卿学问渊博,而且顺利通过了进士科考试,任校书郎一职,大好官场前景摆在眼前。 做官两年后,一直抚养严真卿的母亲去世了。 严真卿非常孝顺这位在逆境中悉心教导自己的伟大母亲,于是毫不犹豫放弃了自己处于上升期的事业,回家为母亲守校三年。 而严真卿的围官,才能也经得住时间考验。 等到手效期满,严真卿重新回到朝廷,依然受到重用。 两次升官,升到了监察御史,巡查河东,隆州。 严真卿的巡查也颇有正声,平反冤狱,又弹劾官员,受到了从朝廷到百姓的一致称赞。 然而,在奸向杨国中一手遮天的朝廷,才能和政绩过于突出的严真卿,很快就引起了杨国中的注意,并且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排挤,被杨国中调离京师,出任平原太守。 从而被棒的严真卿遭遇排挤之后,并没有表现出,冤大头的懈怠与愤愤不平,而是在平原郡发光发热,依然为政又省。 展开权文二,文化大咖的军事,才能严真卿外迁的平原郡,当时属于极度使安禄山的管辖范围。 像张九龄一样,出于一个杰出政治家的敏锐嗅觉,严真卿已经看出了安禄山的反叛迹象。 只是,与张九龄正面和玄宗慷慨激昂不同,对待安禄山,严真卿采用了曲线救国的方式。 严真卿巧见音语连绵的天气,暗中修筑平原郡的城防,并且招募壮士,预备粮草,做好了,与安禄山打一场持久战的准备。 然而表面上,他还是每天与重兵客范州饮酒附施,一副贤散文人的样子,果然让安禄山对他掉以轻心。 等到安禄山之乱爆发,河北大多数郡县相继沦险,持有言真卿之下的平原郡防守严密,未被攻破。 清闻判断的消息才意识到,自己用忍失误的唐玄宗叹息,河北二十四个郡县,难道就没有一个忠臣吗? 等到严真卿,派出汇报消息的私兵参军到达长安,唐玄宗才转优为喜。 我向来不知道以言真卿的为人,没想到,他做的是这么出色。 举措正确,朝廷增援,大则民心,加上与同样才能出众的唐兄杨搞亲并肩作战,作战在反叛前线的言真卿,在河北有了不凡的军事成就。 之前一直被杨国中打压的言真卿,终于得到了朝廷的赏识,被任命为户部侍郎,辅佐和东杰度使李光被评判。 不久,又升官至河北招讨采访时,言真卿与清和郡李厄的合作,也在评判中,起到了极大的作用。 最初清和太守盼李厄向严真卿求援,两下结盟之后,严真卿出兵,李厄献计,以五千朝廷兵对战二万叛军,竟然取得了大胜叛军,一万多人被斩首的辉煌战绩。 唐素宗李亨在领武登基之后,严真卿评判一度军费困难。 他采用了李厄的建议,收取景城的盐资源,让各郡之间互相调剂,保证了军费攻击。 三,乱世中的刚继清。 留在平原郡苦守了一年的颜真卿,看到后来河北各郡人心惶惶的酒精,终于做出了一个弃足保帅的决定,放弃平原郡,跨过山河大海,也跨过人山人海, 到了中央凤翔拜见李亨。 虽然李亨在凤翔临时成立了武藏俱全的小朝廷,但是,毕竟时代正乱,所以,朝廷常常礼法纲纪混乱不堪。 颜真卿乱世如盛世,照常严守律力,还弹劾了好几个不守法度的官员。 而颜真卿,也因此被很多官员嫉恨,于是,长安收复后,频频被排挤降职,最终被诬陷,降为饶州刺史。 颜真卿认这西节度史时,经历过安世之乱的他,早早觉察出,怀西节度史刘斩想要叛乱的迹象。 他只是,预先做好迎战准备,却被兜统李亨批评为无始生非。 而后流斩过真叛乱,抵抗失败的李亨,也因此获罪。 死后颜真卿的仕途几次升降,过于,刚正不恶的,他与宰相袁宰的矛盾,也一次次升级。 结党隐私的缘在,既看不惯,颜真卿总是怼字,既,又害怕颜真卿抓到自己的把柄,给皇帝打小报告,于是,终于趁着颜真卿说,太妙中的忌器,没有整治的机会,以诽谤朝廷,为名将颜真卿赶出了朝堂。 颜真卿被挤兑到了府州坐刺时,依然关心民生,注重农业。 当时府河水患严重,颜真卿带领当地居民修筑石坝,从而解决了水患。 百姓感念父母官颜真卿,将石坝命名千锦碑,并且为颜真卿设立祠堂,四十祭祀。 四,强吉则如写,就英雄晚哥元载被杀后,颜真卿终于得以再度回归朝廷。 但是,气运栓结的大唐王朝,永远不乏诸队友挖坑,朝中大权又落到了奸献卢锡的手中。 卢锡比元载还要厌恶颜真卿的刚正,随时准备排挤颜真卿出京。 颜真卿去找卢锡说,安史之乱叛军公家洛阳之后,你的父亲卢役被杀,头卢被送到河北市中。 我见他满脸是血,都不忍心擦,亲自用舌头填干净。 你还忍心不容忍我吗? 卢锡惊皇向颜真卿下拜,但是心里却愈发忌恨颜真卿。 华锡节度使李希列叛乱,攻陷入周后,如其终于找到了排挤颜真卿的办法,他向皇帝建议,将颜真卿派往李希列军中传达朝廷旨意,而皇帝李氏竟然同意了。 这个决定当然惹起了一众官员的争议,但是颜真卿坚定地奉旨前行。 到了李希列军中,颜真卿一开始宣读圣旨,李希列安排好的一众部将和养子就冲上前来,围住颜真卿谩骂威胁,颜真卿面不改色。 李希列假意上前护驻颜真卿,送颜真卿回义馆。 而此时,李希列的狼子野心,也暴露在颜真卿面前,他威逼颜真卿给朝廷写信,来美化自己的判断行为。 威武不能驱的颜真卿,当然没有被李希列所致,他每次写家书都是告诫儿子们尽奉祖宗,抚养孤儿,似乎早已报定了必死的决心。 在李希列军中时,不论李希列派人劝响,或者是公然侮辱朝廷,颜真卿都不为所动,还常常斥责李希列的判。 怎样行为? 李希列圣怒兼无奈之下,将颜真卿逮捕监禁。 得知京南节度使张伯以讨贼兵败,颜真卿痛哭气绝,苏醒后不再与人说话。 颜真卿的气度风骨,让李希列的几个部将为之折服,他们商议被判李希列,失诚之后,推举颜真卿为帅。 然而这场卧力斗的阴谋事发,颜真卿也因此被拖累,监禁地点转移到了龙兴寺。 后来李希列见朝廷势力日益强大,自料不敌,想要最后使出手段威胁颜真卿投降,便在寺中架起干柴。 扬言,颜真卿如果不投降就烧死他。 颜真卿起身跳进火中,却被人急忙拉住。 李希列的弟弟因叛乱被杀后,他侵怒于颜真卿,派宦官去杀颜真卿。 官宦声称有圣旨,颜真卿当被赐死。 承认没有完成使命罪可当诸的颜真卿,不见使者与圣旨,于是破口大骂叛贼假传圣旨,于是被叛军一杀。 颜真卿的死,在当时造成轰动,三军未知痛苦,当初拍板,将颜真卿送进贼银的唐德。 宗礼是已为他废朝五天,追赠司徒。 我最初鉴赏颜真卿书法时,只觉他的书法比例囚禁,端庄大气。 而在新唐书中得知了,颜真卿这一段英勇的抗敌历史,我才发出了自如其人的感叹。 以方筷子的风格为官为将,这样的颜真卿,真正值得为千秋万代所尊崇。 作者,海克,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